由仔仔周一鸣及Ella两人主演的电影《星天生一队》 今天中午举行的签票会 包括导演朱炎平及小小兵等一同出席的活动 现场电影公司还找来了热气球 又让两位主角升空上面子 这也让Ella怕大不敢站起来 我的头发就是会Q起来那种 所以就很紧张 所以我刚刚一直蹲低 我很怕被那个烫掉 相较于Ella的花龙思设 仔仔则是乐在其中 还说本来希望可以飞到跟台北101一样高 话一出口 Ella又害怕了 提到电影 这部过年贺收片也将于许多强挡对打 尤其是皮子英雄 在电影版中没有演出的仔仔 会不会去看这部片呢 女子英雄还没看 有机会想看 台湾有一个专属于台湾的 新创作的一个动作的戏 那我也希望 我能去看看到底进步到哪里 对 这部电影也是导演朱颜平 隔了27年再度拍摄 两部电影走向完全不同 导演也期待票房能够开出红盘 而仔仔也被拿来与老前辈许不了做比较 仔仔这表示 饰演风格本来就不同 走自己的路就对了 凤凰视频特别报道